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主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经 我向全能力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丝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力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力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体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五上帝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你愿意借着你的爱子 重整一切 使天上地下 不顾奉陶于万王之王 求你使我们 所有自奴役中 被解救的人类 都能重奉你为尊卫的主宰 永远同生赞赢你 以上所求 是高尼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一起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阿泽克尔 先知书 上主天主 这样说 看啊 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 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 就将木人 在羊群失散的那一天 怎样去寻找自己的羊 我也要怎样寻找我的羊 有些羊在阴云和黑暗的日子 四散了各处 我要把他们救回来 我要亲自目方我的羊 亲自使他们卧下休息 上主天主说 失落的 我要寻找 迷路的 我要领回 受伤的 我要包扎 病弱的 我要治疗 肥胖和强壮的 我要看守 我要按正义 目方他们 我的羊群啊 关于你们 上主天主这样说 看啊 我要在羊与羊之间 绵羊与山羊之间 实行审判 上主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他是我弃使在翠绿的草地上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他离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 他是我精神正在地里恢复 为了光荣他的名 他离我爬上了正书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在我天人面前 你为我满舌乐习 在我头上腹油 是我的悲觉满意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 常沐浴在你的恩处 与幸福中 在我永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 公主圣保的宗徒之 和那多人前书 弟兄们 基督实在从死人中复活了 他是死人中第一位复活的 因为死亡是因一个人而来的 死者的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的 就如在亚当内 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内 众人也都要复活 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 首先是基督 然后是哪些在基督再来时属于他的人 最后才是结局 那时 基督将相被一些率领者 掌权者的大努力 便把王权交给天主父 因为基督必须为王 直到他把所有仇定 取付在他的脚下 那最后被毁灭的仇定 便是死亡 万物都归属在圣子群下以后 圣子自己也要居服于那时万物 恢复他的福 使天主的万有之中 超越万有 统于万有 上他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因上的致命而来的 应受赞颂 那要来到我们祖先 阿里之国 应受赞颂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宫主圣马奏福音 如远光荣归灵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当人子在光荣中 和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 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外面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好像路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那时候 君网友的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 我付出教父的人啊 你们来承受这创世以来 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的 我无家可归 你们收留了 我一部病体 你们给我穿的 我病了 你们看过我 我坐牢 你们来探望我 那时 一人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看见你饥饿而给了你吃的 或口喝而给了你喝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 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了你 或一部病体而给了你花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 看见你生地或坐牢 而来探望过你呢 君网友回答他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发现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 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 你们这几个重瓦的人啊 离开我 当他给魔鬼和他的使者 做预备的拥护离去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无家可归 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一部壁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生没过坐牢 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 他们一样给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饿 或口喝 或无家可归 或一部壁体 或一部病 我坐牢 而没有服侍你呢 君王要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没有给最威嚇的一个人 做这些事 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不利的人要进入永华 而那些义人 需要进入永生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在乎你 今天是常年经历三十四处 也是教会庆祝福士君王节 那么教徒毕约十一世 在1925年定位到这个几日 成为基督 基督不是君王节 决定在每年长年期最后等日 来庆祝 那么以下就是教宗通语中的几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点 基督不是君王 全部圣经 教会历信中 都有这种称呼 基督是全世界的君王 第二点 为所有的人 如果接受他 则是一种信仆 如果拒绝他 则会灾祸 第三点 基督是我们每个人的君王 我们的理智 情感 意志 身体 都应该服侍他 第四点 俗话主义 把基督挤出这个世界 是人类的灾祸 第五点 基督君王节 引起在提醒人点 耶稣基督是普世的君王 基督昨天 今天 直到永远 常是一样 我是阿尔法普光妹的 原始的中文 所以正如保禄宗主所说 基督必须为王 直到把一切仇敌 扶在他的脚下 基督为天地的主宰 万别的君王 和平的领袖 正义的太阳 是原始于中国 宇宙的中心 人类的君王 天人之间的桥梁 万王之王 这些都显示基督君王 不同于其他任何时尚的帝王 或国家的元首 基督的王果是内在 精神的 我们固然借望天主的果 能广泄人间各地 但首先能让天主 在我们每个人内心中为王 如果我们愿意 天主在我们内心为王 我们就不要让罪恶 在我们必死的肉身内成亡 这样 天主能在我们心内 如同在精神的乐园里散步 并独自于他的基督 在我们心内为王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天主掌权的地方 天主掌权的国土 这个天国就是 英文叫做 The kingdom of God 这个国家是属于天主的 中文的解释 更好说 天主的国家 简称天国 那么一个国家的 基本的因素就是 有土地 有人民 有君王 有法律 那么天国的君王 就是耶稣基督 天国的子民 就是我们每一个根捷的人 因为圣经他说 我们是王家的四弟 圣经的子 我们有两个身份 现在的我们可能是 你现在加入了加拿大国际的 那是有加拿大国际 然后你有个天国的国际 你现在我们是中国国际的 那么就是啊 中国国际 然后还有个天国的国际 你有个双重国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天国的国际的子民 同时世界上的国家 我们看一看 存在时间最长的 就是东罗马帝国 存在了1058年 那么奥斯拉帝国呢 存在了623年 罗马帝国就是西罗马帝国 值得了502年 中国的唐朝值得了300年左右 但是天国呢 却永存不醒 所以圣经有他说 你的王国是万代的王国 你的王权永留于无穷之事 所以天国呢 是没有终结 知道这个世界的终结的时候 那么在世界上的一个天国来讲 那么就是要超越世界上 这些国家的时间 超越一切国家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五里二百多个国家 但是在天国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国家 都属于天国的政治 世界上国一国之间 有多少的战争 充满了仇恨 羞伤 地上的国家呢 有的是偷窃杀害 混亂 但是地上的 同时地上的国 要攻打国 这个国家人类 叫不和睦 民要攻打民 制造分裂 但是天主的国 是人类的 天主的国是精神 天主的国是爱 公义和平 良善 一致和好 世界上的国家 出现的公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很多的 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在江南也看到 有很多人的话 支持同学链 反对同学链 很多人的话 就是世界上的国家 明明有种 因为是不正义的 但就有些人所支持 所以这国家的国民 也有不正义 国与国之间 也有不正义 大国 和几乎小国 都是这样的 那么天国是公义的 保罗宗说 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 而在于义格 平安以及圣子内的喜乐 这就是天国与世界上的不同 我们要去进入天主的国 我们就要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成为天主的儿女 所以我们就拿到天国的代表 我们信耶稣就拿到了 天国的护杖 天国的国籍 所以光与公图也告诉我们说 感谢是我们有资格 在光与中分享圣主福分的天赋 因为是他有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 每天我们移植在他爱死的国内 黑暗的权势就是魔鬼的权势 把我们移植出来 就跟我们一年一样 从这个魔鬼的权势之下移出来 移植到他爱死的国内 移植到天国内 第二大点 耶稣基督他是 耶稣基督是贴助本体的真相 以自己大人的话支撑万有 当他抵触了罪恶之后 便在高天上坐于尊威者的右边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军王 所以这个时候毕拉多问他说 那么你就是王呢 耶稣基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我是军王 而且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而生的世界上 耶稣基督从生到死 他承认他的军王死不该死 就把他定死了 他永远不该死 所以我们看一看 耶稣基督这个军王 第一 他是唯弊的军王 以赛耶稣基督说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 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 他接下担负的王权 他的名字要成为神奇的宝室 强有力的天主 永远之父 和平之王 基督君王送信此当中也告诉我们说 你给你的独生子 我主基督付了喜乐之勇 立他为永恒的私地 普世的圣道 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 真正意义上唯一的君王 那么我们知道 亚历三大是一个人大的君王 征服了阿乌亚大人 但是呢33岁就去世了 他的老师是亚历斯多德 亚历斯多德的老师是布拉图 都是希腊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那么亚历斯三大相当的那种 李世民建立了给他的唐朝 当然是李源建立的 李世民是最信任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唐朝要在哪里 所以毛泽东写了一句话 他说 喜青花汉武掠术本才 汤中宋祖稍血风骚 一旦天骄冲击思寒 只是顽固蛇大骄 据王语 属风流人物 喊看基督啊 其实我们应该说 属风流人物 喊看基督啊 这些地牢降下一个个的过去 只有耶稣基督用存不体 第二点 第二点 耶稣是千倍的君王 大家列诗说 西雍女子 您尽量洗澡 一楼上的女子 你也敢欢呼 还有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正义的 顺利的 谦虚的 其在驴上 其在驴居上 所以我们这位君王是谦虚的君王 第三 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 马多福音那麽记载说 千辛厚死的群众还说 和撒纳于达位之子 因圣祷中而来的当初再生 和撒纳于至高至前 圣语上也说 城门请高请提高你们的门门 古老的门护行加高门费 因为光荣的君王要进入城内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万人的圣子就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所以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 第四 耶稣基督是圣经的君王 洁净属于他的地方 所以耶稣来到圣经 把一些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 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 向他们说 经常记载 我的殿与的团队祈祷之所 你们就把他当中的增窝 他容不下圣殿内 有一点误会存在 所以他是圣经的君王 第五点 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君王 审判圣者死人 特别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我们读到 耶稣基督要审判圣者死人 审判所有的已经去世的人和活着的人 在圣经上有很多次提到 他将来审判圣者死人 马德福音当中也记载说 到那一天有许多人也向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以你的名字说过预言 以你的名字去过魔鬼吗 以你的名字去过许多奇迹吗 那时 我必要想讨论圣经说过 从来不是圣经的人 也做我的人 离开我吧 这就是指的公审判的时候 那么在审判的日子 替着我欺读所说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所以他又记得说 我告诉你们 人所说的每句废话 在审判之日都有招账 所以耶稣在圣经上 很多次提到审判 审判是谁来审判的 不是李世民 也不是亚历山大 也不是阿邦马 也更不是那个川普 谁来审判 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公义的军王 审判所有圣者死者的军王 第六 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军王 耶稣是人与人和好 耶稣说 第一道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 耶稣让我们与天主和好 与人和好 耶稣基督让这个世界 充满和平停止战争 米格亚县的书也告诉我们说 他将统治万人 为远处的强国宣布敬爱 他们必要把自己的刀剑 铸成锄头 将自己的枪毛制成镰刀 民族与民族不得吃到乡下 人们也不得西武动革当杖 所以我们到连同国参观的时候 你看啊 连同国总部啊 那边就有一个铸链刀啊 锄头啊什么的 为什么呢 他就根据明格亚写的这一句话 所说呢 就是人们不得打仗 人们也不得西武打仗 人们把刀剑铸成锄头 刀剑本来是杀人的 铸头呢 就出去 然后呢 将自己的枪毛制成镰刀 枪毛本来是打仗杀人的 现在不要杀人了 要有和平 而这种镰刀的秀个小漫 表示一种和平的存在 第七点 也就是赐平面的局务 我们到以色列朝朝的时候 我们看犹太人见了面之后 他们这句话不是说你好 但是这是中文啊 他们不一定要说了 他们也不说哈喽 他们叫什么 沙罗喽 沙罗喽什么意思啊 沙罗喽中文翻译说沙罗喽 沙罗喽的意思就是平安 上主的平安 沙罗喽的意思就是平安 基督内的平安 所以在明格基督的基督词说 基督我们觉得那里给上主 名字的祭坛 称为雅威沙罗喽 就是上主的平安 纸巾还在阿比尔资尔门的 奥巴达纳 耶稣也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结果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说赐给你们的 不像世界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环乱 也不要谈起 因为他是自平安的君王 达尼尔先生也告诉我们说 那万不常存者 四边是人子者 统治权 尊荣 和国度 各民族各邦国际各异域的人民 都要守护他 不要害怕 用权势的 也不要害怕是黑社会 因为基督必须为王 因为基督已经为王 因为基督永远为王 他是真正公义的君王 他统治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要通过庆祝 今天也去基督君王节 我们要把耶稣基督 真正的迎接到我心中 让他在我心中做主做王 阿们 我信每一个天主 全有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每一个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暗世之前 有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为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便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统真马利亚取了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毕拉多 这证实 为我们被钉在十个将上 受胆而为难造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到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有光目的将来 使他生着死者 他的神夺万事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题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守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经先知们发言 我信为一致圣之功 从宗族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设置的圣喜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即来死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都在天主圣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祈温 决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天主的神圣教会祈祷 求主对着多变的世界 常常保护他 指引他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世界所有人民祈祷 求主使他们能和睦相处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所有究竟上 或身体上不重担的人祈祷 求主赐给他们力量 坚强他们的痛苦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请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祈祷 求主恩尊我们 成为他越来的祭品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抚听我们 天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法慈悲 请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成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祭 祈祷 阿们 上主 万有天主 祢赐给我们十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独的果实 每面免呈献给你 神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 愿天主 永寿赞美你 愿天主 永寿赞美你 祢赞美你 祢赞美你 愿天主 愿天主永寿赞美你 各位教友 我劝你们祈祷 我劝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徒 收纳我为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你 光荣祂的圣灵 也为我们 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我们为全人类现上消化之计 恳求你是你的圣子 将和平团结赏赐 天下万能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地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天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施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必能神得救 你给你的主生子 国主基督赴了喜乐之友 遇到为永恒的私弟 普世的君王 他在十字架上自作牺牲 成为五典修 与修法的祭品 以完成救助人类的奥基 他是一起受到 归于他的泉下之后 就将永久而普遍的神国 真理生命的神国 胜德于恩处的神国 正理仁爱与何处的神国 呈现于你至尊做前 因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波容 不停地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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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波容充满天定 欢呼之圣 响彻隐笑 方上主你而来的 当受赞悟 欢呼之圣 响彻隐笑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上神 圣化的圣礼品 神成为我们的主 圣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谢 祂甘愿 祂甘愿设神 受难时 拿起面变 感谢了分开 将给奠基闻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主族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 信德的奥金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是我们得 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经圣学 与圣神合尔的仪 上主 求你全面福祉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光之一格 我们的主教多过你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死人员 都转配着众人去完善 求你也全面 回到父母的希望 让现在求你姊妹 并求你成年我们的祖先的所有去世里能 使他们想见你光荣的圣活 求你成年我们的众人 使我们能与前出之路 从人农土玛利亚 圣活的敬佩 圣热色都成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内代成人圣灵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记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在美与前养你 全能地前出生福 一切从今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变连和上身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我们遵从旧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收显扬 愿你的帝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食粮 求你搬述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搬述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眩于诱惑 但救我们的凶恶 上转 求你从一切在过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额想平安 更求你大法子 保佑我们 通免罪恶 并在一切不让容和的安全 使我们全能记得 永生的幸福和救助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不是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正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干 我们的罪过得 给你教会的信德 愿我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 感觉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老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祝大家 呼住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重免是罪者 蒙昭来佛 圣验的人 是有福定 主我当母亲 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 就会痊愈 是罪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主 我们已领受了长生不子之粮 求祢受我们以服从预众之宝 基督的命令为荣 日后的天国也能以祂共度永生 祂的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教父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